自信的花 用在我心中 虽然也没有它 大家好 我是小男三哥 欢迎大家收听《古物种思维》 一样的故事 不一样的见解 当院长接过 秘书帝过来的救星完 然后他吞了一口 然后又喝下了那杯水之后 他的眼睛甚至于毫无时间的 又一笑了 他那个屏幕 因为当他看到姜平按下 那个卡词考试的见的那一刻 因为他们数学考试分几个煞到 他紧张 他格外的紧张 因为他从网上看过一些资料 姜平是对于应用数学和计算比较擅长 他深怕姜平选出煞成 他焦急的盯着 狠狠的盯着那一块屏幕 似乎想将里面的人全部拉出来 似乎想手把手的告诉姜平 你选第五刹道 可是当他看着姜平一边翻着电脑里面的屏幕 一边从第一刹道 第二刹道 第三刹道 当翻到三刹道的时候 姜平停了下来 而院长的心情像被扯出来一样 甚至于汗流夹背 他从旁边拿起一张纸巾 在自己额头不停地视察着 于是他格外的紧张 又将旁边的水端了起来 敏测了一口 又在旁边一边看着狠狠地盯着那屏幕 一边将另外一只手浪出来 在拼命地在珠子的上面摸着 于是秘书说 院长你摸什么 院长这个时候才说 救星完 而这时秘书才告诉院长说 院长不能吃太多 刚才我不是给过你几颗 你喝下去了 这时院长才恍然觉得轻松了一点 他让出另外一只手 在自己的主胸膊紧紧地爬打了几下 然后就端起水杯 喝了一口 神情格外紧张地盯着屏幕 看到 江平离开第三个沙道 没有点的时候 他又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说第三沙道是很难的沙道 于是江平点到第四沙道 看了一下 然后又离开了 当到第五沙道的时候 院长在屏幕的外面叫了起来 他似乎在叫江平 这个第五沙道 符合你 符合你 可是江平看了一下第五沙道之后 他又退出了 他又赚毁了第一沙道 又在第一沙道 看一下 这时院长的心情更加的紧张了 因为第一沙道是最难最难的沙道 甚至于他在屏幕的外面说 将屏着第一沙道你不适合 不适合 而这时他的声音已经发了出来 旁边的秘书听着院长的说话的声音 然后又轻轻的问了一句 院长 你这是屏幕 这是屏幕听不到 听不到 我们这边没有装话筒 要见好事那边才有话筒 于是这时院长才恍然大悟 可是当他在目不转睛的看着江平的时候 发现江平已经轻轻的按下了第五沙道 然后紧接着说一句 五一二三 然后跳出山之后 正式开口 江平认真的审则题 然后一边将自己的草稿子拿了过来 将笔套像拔剑一般的 拔了出来只听起 哒的一声 院长是否听到了上方宝剑 从宝剑的高校里面 抽出来的那金属滑动剑校的声音 这是他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又站了起来 然后站起来之后 又在秘书的办公室里面 拿回的读物部 而这时秘书递过了纸巾 和又是一杯水 然后跟院长说 院长放松一下 没问题 江平是我们的新生 他一定能够迎战考试 而院长看着秘书的安慰 然后叹了一口气 似乎从他脑壳里面又流露出来了 这个认认真真正着做题的 他自己的新生的助理一般 因为他看到了希望 而江平恰恰选择的沙道 又是完全符合他的规定和他的设想 他从嘴角扬起了一时的笑容 到了我们社会当今正欠缺的流体计算和数学的那一个计算 于是他适合放松了一下 时不时将找到江平的那屏幕旁边 然后时不时又放心的 站了起来 然后他看着江平住是卷住的认认真真 查出秘书的办公室找了出来 这一个酒精考验的科学家 似乎发现了什么 当然从最后一眼看那个屏幕 从他扬起的嘴角可以很清晰的看得出来 江平住答题的速度显然是早有准备 院长胸有沉着的从秘书的办公室 跨破的走了出来 谢谢大家 故事传授 徐克罗伊勒忠